好来看到这画面是一栋12层楼高的滨海道突然的倒塌 事情就发生在美国的迈阿密 根据了媒体报道至少有一人死亡99人失联 巴拉圭第一夫人姐妹一家人也在失联的名单上面 目前佛州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 希望能够加快的救援速度 大厦中间部分无意境瞬间倒塌 地面大量粉尘扬起 几秒钟之后旁边也跟着崩塌 直接移为平地 整个大厦只剩下三分之一 一切让人措手不及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这栋12楼高的滨海大厦 其中一侧在当地时间24号凌晨1点半左右 突然倒塌 大批警销紧急前往救援 由于里面住满居民 让救灾人员不敢大意漏夜搜救 不过现场的状况只见瓦砾堆 再加上下大雨让搜救更加困难 大型机具难进入现场 警销只能小心翼翼踩着瓦砾堆 更出动搜救犬能救一命是一命 根据了解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姐妹苏菲亚一家人 也在失联名单上 然而因为事态严重 佛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加快救援速度 只是到了白天 透过空拍机只见一片惨况 日光充足下搜救权继续行动 秀亚秀文雅文 希望能够找到幸存者 建筑物成了废墟 一部分完全倒塌 另一部分虽然只坍塌一半 镜头拉近一看 建筑缸架裸露在外 最高层楼的床清晰可见 烟囱也是拦腰折断 惨不忍睹 总统拜登下令联邦机构 协助州与地方政府进行搜救 目前已经有一人死亡 不过当局表示 已经确定了102人的位置 但还是有99个人 下落不明 会继续努力搜救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